10月3日,嘉世德香港举行秋季拍卖预展,率先展示了中国书画、瓷器及工艺品、珠宝、铭表等精选拍品、知名建筑师贝玉明及夫人卢舒华增长的一批艺术作品亮相。 嘉世德香港2019年秋季拍卖将于11月22日至27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贝玉明夫妇增长部分共包括59件藏品,总值预料超过2500万美元,增长包括夫妇二人共同收集的绘画。 纸本作品和雕塑汇聚了赵无极、张大千、巴尼特纽曼、让杜布菲等东西方艺术大师佳作。 贝玉明儿子贝李忠表示,赵无极20世纪70年代所作的画作《27.3.70》是父母的收藏中非常重要的作品,估价3800万至4800万港元。 在他看来,赵无极与父亲贝玉明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是从中国走向西方,作品都融合了东西方文化。 这张照片,我认为,我认为,在其他人的组织中, 是,意味着了一个战争相对西方的互相关。 若希的作品是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在我的父母的影响是, 我认为,在其他人应该非常有这个影响。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 他们在住宅里的座位置 并继续继续继续续继续续续续续 和乌基 此次秋拍的重点拍品还包括赵悟吉 于1959年创作的作品 24.12.59 高1.61米 宽1.12米 估价8000万至1亿2000万港元 是全场估价最高的藏品 专家表示 1959年是赵悟吉画风转换机 这幅作品以北极光为原型 受到西方抽象表意影响 颜色鲜艳 是画家非常特别的作品 我们在作品背后找到一个标签 说北极光 所以我们看这个作品 可以想象到赵悟吉 是受到北极光这种的影响 那个亮度全部都是从上面往下 然后这样的非常特别的构图 也是非常少见的 你也可以看 如果看那些细节 赵悟吉用白色跟黑色 是画的厚度 也是非常有动力的 其他重点拍品 还有吴冠中1989年创作的 美利坚大峡谷 估价190万至260万港元 张大千1977年创作的竹林幽居 估价4500万至5500万港元 日本画家奈良美智2008年创作的 愤怒的蓝色男孩 估价1500万至2000万港元 以及明代佳境 清花庭院英系图六字凯书款 盖冠瓷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